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們盡快就坐 上課前再麻煩注意手機 有沒有把它關機或關振動 再麻煩一下 謝謝 這節課由我們楊加章羊老師 來演講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動心 各位學員 各位關心 我們台灣未來的鄉親福樂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不簡單 想要來這裡聽課 來這裡三天兩月 萬一百天開支 來這裡 每一個人 都是 從以前就很關心大家的問題 他才會來這裡 台灣民政府 要有辦法成功 也是要靠採責各位 大家都聽聲 我們才有可能 有未來 今天這個 我要來講的題目是 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我現在出現了三個我 這個 感覺上有一點 不太容易解釋 簡單講就是 來探討 我們 內心世界 所認知的台灣 是怎樣的台灣 中華民國這流行政府 在課本上 所灌輸給我們的 中國歷史 到底是 到底是真是假 台灣人 你真的有辯論出來嗎 台灣人你真的知道 你自己是誰嗎 這 這個 重點 就是 認識你自己是誰 那 在外面的人說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很多人都 聽不下去 說我們在連銷 中華民國 還要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開始又講了 自古以來 怎麼樣 科本就說怎麼樣 所以我們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我說 你說的那些 我都知道 找家的 不對 那些都不對 什麼不對 我們這兩點前 就拿一些證據 大家來 探討一下 來 這個人是 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 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是台灣的總統 你要知道 這都他的親筆末 我 是不是我的我 我的我 是不是我 他 站在這裡 你看這個年紀 不是很久以前 應該是他做總統 卸任之後 卸任之後 的感覺 你看看 連當過總統的人 都都扪心自問 不清楚自己是誰的 那在座 有做個總統的嗎 你如果了解多少 台灣台灣 當然這有兩個層面 真的沒有一個人 真的沒有一個人 真正了解自己內心的事跡 你的個性 你的特質 有時候可能要別人來解釋 比較清楚 這是一個層次 另外一個層次 李登輝也在暗示 他也搞不清楚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台灣人自己 你是誰 他也不是很清楚 他還在扪心自問 我當過總統了 不是很清楚 台灣的地位 不是很清楚 台灣人是誰 這也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們重點就是要討論這個層次 台灣人你是誰 你真的了解嗎 來 先起個頭 外來政權的陰謀 中國人都說 自古以來 台灣就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教訓 400年來 台灣有歷史記載以來 都是在外族統治之下 這些外來的統治者 他們有創造歷史 解釋歷史的權利跟偏好 對不對 他們可以去用他們講的話 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那為了延續在台灣的掌控 及永久掠取 台灣不公不義的政經暴力 那開始啊 處心去遮掩 廢棄真正的台灣史 甚至杜撰 台灣歷史 對不對 搞到最後 我們都認為 我們的祖先都來自中國 其實都是在認 都是什麼 認賊作戶 你真的不是認主歸重 台灣自古以來 就不是中國的 拿一些資料給你看 16000左右 其實也很多日本人 已經在 福爾摩沙 台灣島上 在這裡生存 所以直到17世紀 實際上 這個島 其實真正在掌控者 是日本 當然你可以拚這些 中國的資料 有很多 我們以前很多人 就是到台灣去 來來回回 他這樣講有沒有錯 我認為他沒有講錯 可是這樣又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台灣就是你的 拜託好不好 只有你中國人來台灣來來去去 人家日本人就沒有來過 菲律賓人就沒有來過 菲律賓人就沒有來過 印尼馬來西亞的人 也都有來台灣 當一個什麼 中繼站休息站 你這樣就說 你們中國的 那菲律賓也可以跳出來 說我們菲律賓的 日本跳出來說我們日本的 對不對 你那種 有漁民經常 來來玩玩 那不好 真正有統治過 我才算數 來 天主教耶穌會 當時 就這個年代 馬尼拉的一個 薩拉扎主教 他說什麼 荷蘭人 當時不是荷蘭人 荷蘭人是經過 日本幕府時代 德川家康那個時代 才可以從澎湖到 台灣島 大圓的去現在台南 而且都要拍到哪裡 日本去進貢 荷蘭人說空的 沒有台無日 送錢 日本 沒有事情 那個台灣 他在掌控的 對不對 那當時中國人 來這裡掌控 台灣的沒有 沒有 中國人 第一個來台灣統治 你說台灣 應該說 來台灣某個區塊 統治的 是什麼人 鄭成功 這年 這個時代 鄭成功來了 所以要搞 誰先統治 台灣 日本 對不對 再來 你看這個 明末清初 這個中國人 彭孫宇 說這個 台灣是日本 他把日本講成 就日本人 中國人 就是很 很喜歡矮話的人家 你看 荷蘭人 紅毛翻 從西洋 你看 每年 每年 那鹿皮 三萬張 給日本人 三萬張 他才 柯蘭人 才可以在台灣島上休息 做補給 這個人是誰 李誕 李誕的 鄭成功 你把鄭成功 他們那一輩的 李誕跟鄭成功 其實是有一點 很大的一個關係存在 生意上的往來存在 你有興趣的話 去查一下 鄭成功 民族英雄 哪一個民主的英雄 絕對不是台灣民族的英雄 這樣看 後來 後來日本進行鎖國 所以日本就退出台灣島 那時候台灣都變成無人管 剛好鄭成功 時代走過來 荷蘭人 是在日本1633年鎖國令之後 日本人 禁止赴海外 所以這個時候 荷蘭人 只好去引進中國老公 所以有一個叫做 郭發一的人 郭發一的人 我們台灣島第一個 搞革命的 郭發一 郭發一是中國老公 郭發一是誰 聽說是鄭之龍的手下 你看日本 英國堅橋大學 有 13世紀 所以推論 日本至少比中國 少300年 你中國人有在拐國台灣 那誰更早 那不準算 馬關條約就說 就說日本切戰台灣 對不對 切都這樣死了 我跟你說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會說 馬關條約是 日本 關護台灣 你有同意嗎 對吧 馬關條約 只要有戰爭 日本關護台灣 有沒有 那先總統講說 關護台灣 那先後問題來了 就好了 你說二次大戰 日本是戰敗 你們關護台灣 那更早之前 交友戰爭 日本關護台灣 有錯嗎 什麼日本切戰台灣 那中國人的歷史 亂行 來 講近代的 就知道 這個去年 11月底 再選台北市長 郝伯村 情急之下 竟然講 黃民後裔 你們這些都是黃民的後裔 有沒有 黃民的後裔 這個很多台灣人不能認同 我們是不得已的 我們是不得已被日本統治 怎麼樣 怎麼可以將我們是黃民後裔 真的是 被人生鬧了 台灣人 你真的是黃民後裔 你看像這個 柯文哲他媽媽 你搞不清楚自己的身分地位 台灣人你真的是黃民的後裔 你知道嗎 是怎麼說台灣人是黃民後裔 你看 郝伯村到現在也沒有說他講錯 郝伯村 講這一句話 一個禮拜之後 到 台南的一所大學 某一所大學 又講 台灣人是黃民後裔 一個禮拜後又講 他怎麼會知道黃民後裔 很簡單 郝伯村幾歲 郝伯村喔 我不知道 郝伯村現在幾歲 九十歲有了 我問你 他跟著蔣介石集團 來台灣的時候 他幾歲 他那時候二十幾歲了 對啊 二三十歲的人 他怎麼不了解 中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你如果不相信 你現在去問外面 我們這本土台灣人 八九十歲 八十歲 八十 應該九十五 有了 欸 丁里拉 丁里拉 死一個九十三歲 什麼人 蔣仲林 他九十二喔 好 你看 為什麼那些 死掉的中華民國高官 都活到九十歲以上 因為很簡單 他們都被 歸類在農民 農民 不用繳健保肺 去農民醫院 免錢 健檢免錢 十八八九九 有一點小麻痺 就馬上有床位 有一點小麻痺 一般診所看看得好 大麻痺 要去 還沒有床位 他們被照顧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怎麼會跟我們一樣 他是跟我們不一樣 在他們的心中 我們是日本人 找證據給你看 這份 1945年4月1號 1945年以後 學員對這個西元年代 搞不清楚 所以我要來換算一下 給你們知道 這民國三十四年 日本天皇頒布招書 他說 台灣人從此以後 跟日本人 一樣享有 所有的 參政權 國民 納稅義務權 黨兵的義務 全部都來 也就是說 台灣人完全比照日本人 享有 跟一般日本老百姓 一樣的身分地位 跟權利福利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一旦頒發這個 日本天皇頒發招書 台灣人開始 實施日本憲法的時候 那一天開始我們就是日本人了 只要頒發的憲法 開始實施憲法 我們就日本人 所以4月1號不是愚人節 4月1號是行憲紀念日 奇怪 不是10月25號 那是中國人的歷史 4月1號是行憲紀念日 所以我們是因為這樣子 所有人就從此以後變成日本天皇成名 所以我們是皇民後裔 沒錯 你都沒有說 何博春到現在也沒有說他講錯 誰要台灣人說他講錯 怪了 你知道嗎 你都比何博春更多歲 你都見過四面比較多 沒有吧 實施憲法 就是 就是那個 日本神聖國土了 日本宵令 我大概 我哪一 別的地方佔領 我就馬上實施憲法 那我那個憲法之後 那一塊土地就變成我的了 不是太簡單了 不是佔領之後實施憲法 就你們了 佔領之後開始要交發那邊老百姓 慢慢慢慢等 但老百姓 跟本國人一樣的水準 一樣的溝通能力 就用一樣的語言 黃民話沒聽過嗎 對啊 那是一步一步一步來 你實施憲法才有用的 你不是佔領了 就實施憲法 那吃相太難看了 而且當地老百姓 腦筋的觀念還沒轉過來 教文章真的有這份 日本天堂招書 跟他實施憲法 這個原文版 這是他的中文翻譯 後面有 後面那個賣術哪裡有 來看這個 重點這裡 報索 4月6號看不出來 這會騙人 有人說 是不是日本人自己偽造的 這看不出來還可以偽造 這沒有偽造 這全世界都看到什麼偽造 在這裡 帝國議員 台灣當時選了三個人 林獻堂有沒有聽過 好像有好像沒有 台中悟風 我覺得林家花園 他家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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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獻堂 後來228事件後 他就離開台灣 去日本 都不再回來 不過他們的後代還住在那裡 還住在台中悟風 你可以看 他家花園 這個人 他們跟我們家有 姻親關係 我們老爸說 他小時候 小時候農曆年 去他們島拜年 他說 哇 他們島哪有 看他一看 抽屜 拉出來 所有零錢 卡卡卡卡卡卡卡 撞到我們爸的口袋 我們爸說 很懷念 真的有這個人 我問一下問題 來 邊上課邊考試 1887年台灣建神 將澎湖隸屬在台南府 對不對 那當時又有什麼 清國官兵 駐防台澎 那他們也實施大清立法 那這樣講 那 那這不是更早嗎 那這樣台灣澎湖 那早就是中國神聖國土了 你那個日本天皇那個頒布憲法 要比人家慢耶 那這個是非議題對錯 要比早大家來比嘛 那這什麼人假的 這中華民國是假的 他在說什麼 對 可是答案是錯的 錯在哪裡 我說這都對 但最後一句話不對 一樣 不是神聖國土 那為什麼 是日本人的神聖國土 那中國人的不是神聖國土 出在哪裡 在這裡 因為他沒有讓台灣人 享有全部大清立法 所有一些權利跟義務 他的阿兵哥 他的兵子 是來做什麼 詐取資源在那裡管辭而已 來看說 你有在反親父母嗎 你在反親父母 要來來來去 讀頭而已 那監督你有沒有造反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 他也從來沒有怎樣 完整的統治過全台灣 請問高砂族 高砂族的人 你們什麼時候被鄭成功 統治過 什麼時候被滿清國統治過 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統治到全台灣 所以他這是沒有 他這是沒有效的 為什麼日本人就好笑 日本統治全台灣 都照明策 戶口等本 那不算 你怎麼 沒有 你連你台灣島人口 很多人 你都概算而已 你就沒辦法精準 所以 對啊 你們是比較早 可是問題是 你這些憲法 有等級資分 我們本土台灣人 也沒有享受全部 課的稅他被人家中 好來 好來 再問一題 日本跟滿清國 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 那清國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朋友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那請問這題 對不對 不對 有人說對 有人說不對 答案是 錯 錯在哪裡 一半而已 很好 沒有全部 我剛剛已經講過 沒有統治全台灣 沒有統治全台灣 憑什麼把全台灣 割給日本 滿清國 不要講什麼清朝 什麼清廳 那不對 我問你 滿清國是什麼人 女真族 女真族 不是漢族 女真族 是從 長城北方下來 統治漢人的 所以女真族 這滿清國 同時統治 部分台灣 同時統治 中國人 所以那時候 所以我們中國人 什麼時候被你 被你們 我們台灣人 什麼時候被你們 中國人統治過 我們台灣是被 滿清國 女真族統治過 你知道嗎 不是被你們 和民族 不是被你們中國人 統治過 搞不清楚 那這個答案是錯的 我是全島 很好 只有六個屯肯區 那這屬於什麼 屯肯區 屬於殖民地 割掉就沒了 就不用要回去了 如果台灣島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 就不能割了 只能用租的 就像香港澳門 被英國 被葡萄牙租 變租界地 這不是 這就是殖民地 而且你也沒有全島 所以掛掛嘴就都人 所以從這一刻開始 台灣人跟中國人 跟滿清國 殘不夠水不流 不要老是說 台灣人就中國人 你聽誰講的 中國人講的 對不對 全世界有這樣說嗎 哪裡 拿個證據給你看 你這裡 有官家而已 滿清國的官家而已 那更早的時代 叫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還有一個大杜王國 大杜王國在1732年 瓦解了 1732年當時 鄭成功在家 完清國來 要徹底消滅掉 他 大杜王國就去 鄭成功幾乎是消滅過一次了 鄭成功在這裡 鄭成功關乎台灣 亂說怎麼會關乎台灣 鄭成功關乎什麼 關乎台南 亂說怎麼會關乎台南 什麼叫關乎 什麼叫關乎 曾經失去過 後來又要回來 我問你鄭成功什麼時候 曾經失去過台灣 你都沒有失去過 什麼叫做關乎台灣 亂說 都亂說 台灣民政委在這裡 有講錯話嗎 沒有 然後他佔領 他佔領台南 然後就一路就往上攻 大杜王國在這裡 講真的 鄭成功對台灣人的屠殺 跟蔣介石對台灣人屠殺是一樣的 是怎麼鄭成功民族英雄 他是哪一個民族的英雄 是台灣民族的英雄嗎 屠殺本土台灣人 你還六百喔 全台灣好像有一些鄭成功廟 你還六百喔 如果他們這種執政 不會給他敲掉 但是一定會告訴後代子孫 這個人是殺人魔 跟蔣介石一樣 等一會兒看一個鄭成功的歷史 跟蔣介石一樣 來 看看中國人怎麼講 來1874年牡丹社事件 1874年 什麼時候割讓台灣 加武戰爭 1895年 對不對 剩20年而已 你看 滿清國 一個歷部上書 叫毛廠西的說 因為這個事件 日本人就來問 我說你們滿清國怎麼處理 他說你身犯 因為牡丹社事件就是琉球人 因為 什麼原因 漂流到台灣來 傳案 然後就在 牡丹社那裡登案 結果那原住民 砍了 四十幾個人 四五十個人 砍到剩下十幾個人 那十幾個人 就逃逃逃 逃到台南 逃到恆春 然後被人家引導到台南去 告關乎 那日本人就來搞這件事情 來看 那毛廠西就說 這個身犯是話外之名 猶如貴國的蝦夷 不符王話 萬國的野蠻人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就是話外之名 那日本人就問 那 可是他們殺了人 那你們難道都不管嗎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日本人 我們就要出師問罪 但是我們要先通知你一下 免得傷了和氣 那毛廠西說什麼 好啦 這個是 既然是屬於我國的化外之名 問罪不問罪 由你們自己去決定 請問一下 這一句話告訴你什麼 反親國沒有佔領全台灣 他這裡都關沒中 高砂族都關沒中 是不是這樣 對 高砂族是中華民族的人 有誰承認 好這個 換個話題了 那所以這個告訴我們 台灣 從1915年 4月1號 變成日本 所以我們台灣人 是日本皇民 那是皇民的後裔 這個沒有問題 不會這邊來了 那台灣人這種不是說 日俗美戰嗎 日俗美戰嗎 日俗 對啊我們是日本人 那美戰在哪裡 美軍佔領嗎 美軍佔領在哪裡 馬路上都沒看見 找資料給你看 1958年9月4號 中共國獎的 對面的阿公阿公的 在北京講的 1958年 自己換算一下 民國是47年 來 台灣和澎湖地區 現在仍然被美國武力侵佔 那你不是說你關乎台灣 那還說美國武力侵佔 那不是很怪嗎 如果中華民國真的關乎台灣了 好就算有美軍 應該是說美軍協防 跟中華民國一起協防 捍衛保衛台灣 怎麼叫侵佔 日俗美戰 在這裡找到一個證據 不是台灣民政務亂講 你們中國人自己都這樣說 再換 薛瑞福 這個美國的智庫 2049專案的 這個執行長 2013年 這個美國華盛頓 傳統基金會 表演說 他有一句話 美國是基於美日同盟 才要履行台灣關係 防衛以後 美國人不敢說 他是佔領台灣 他說我是協防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美日同盟 為什麼沒有中國 中華民國誰在哪裡 奇怪 明明 明明中華民國在台灣 叫美日同盟 那覺得很怪 他根本就不鳥中國人 根本不鳥中華民國 美國人根本看不起中華民國 奇怪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的當政者嗎 執政中 其實他看不起來 往下看就知道 現在開始找 日暑美戰 現在開始找美戰的證據給你看 真的美國 美軍有在佔領台灣嗎 我們加入WTO 你知道嗎 什麼是WTO 世界貿易組織 是美國幫忙的 用什麼名義 獨立分離關稅領域加入的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這個是 李登輝時代 找那個蔡英文去辦的 蔡英文就 我們成功加入了 李登輝就問 阿 阿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民分 還是抢那個台北 他說都不是 是這個 你一個堂堂中華民國 自稱是國家 你怎麼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在說什麼 那你佔領區 這軍事佔領區 軍事佔領區的老百姓 也要過日子 他們也是要對外做生意 他們就不是正常國家 對不對 所以只能用這種 分離關稅領域 聽懂意思 阿當然就順便把什麼 金門馬祖涵蓋在內 阿其實金門馬祖是 對中國來講是 判斷組織 是 來這個 就可以證明 至少證明 這個 這個 不是 這是他的專案 這個名稱 這2013年 對 對 那不一樣 那是類似的編碼 什麼會 我不知道 是 是 OMC 這個 我不知道 這是世界邁組織 這還要研究一下 好 這可能 這是世界邁組織的記憶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記憶 後來 再找一個證據給你看 這個是 那個日本311大海啸大地震的時候 那 那個地方也住了很多美國人 美國僑民 那他們要暫時撤退 撤退到韓國 也有撤退到台灣來的 撤退到台灣來的 那這個是桃園機場 這一堆都是從 日本來的美國人 他們沒有經過 中華民國的海關 而是AIT 自己搬桌子搬椅子拿電腦 然後就開始 辦理登記 然後就離開了 就到台灣全島 露露燒了 請問 中華民國的海關 你有沒有這些人的資料 這些人身份背景 來了幾個 你都不知道 馬英九還說 如果美國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協助 美國連鳥都不鳥 繼續進來 繼續進來 這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是一個中華民國 你如果是一個政選的國家 怎麼可能讓人家 這樣進進出出 這多大的笑話 而且對美國的國際民生來講 也很不好啊 人家也會說 你美國人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可是他就是做了 就代表什麼 台灣我管的嘛 那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我小小的嘛 對不對 我會腳手 中華民國說日本 中華民國不過是美國的 底下的小裸裸 這樣看有沒有 還要繼續插 來 這蘋果日報 這一週刊有 這是什麼旗子 中華民國的國旗 不對 這是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這是什麼 這美國的國旗 這是什麼 這紀德間 為什麼 台中州有一個通訊 海軍退伍的 他自己主動跑來跟我講 楊老師你講的對 這張照片是對的 我們海軍 出港之後 到外海 這支美國旗 一定要拉上去 等到我們這海軍 要回台灣島 回軍港 這其實就降下來了 他這樣說 所以這張 這支土是在外海 去賣了 那代表什麼 很簡單 不用再講 美國在上 中華民國在上 就好 像這個 廣新號漁船 被菲律賓 怎麼樣的 殺人的 你看 指向家屬道權 就不跟你中華民國道權 中華民國人都不承認你是一個正常國家 然後認為你是如果是台灣管理當局而已 來 這個更新 這更新 這當時 ISRS 這2月25號的新聞 2月25號的新聞 FBI 美國聯邦調查局 這個局長 在討論伊斯蘭教 這個恐怖分子 他在調查關於美國 國內恐怖分子問題 來 你看有什麼 這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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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的 海軍旗 他們說中華民國國旗 好啦 沒關係 國旗 好啦 那這是什麼旗子 這旁邊 這些並列的是什麼旗子 你知道嗎 美國各州州旗 美國各州的州旗 那插了一根中華民國的旗子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上個月2月25號的新聞 一網上查還有 憲民旗 如果中華民國是個正常國家 那這旁邊應該都是其他國家的國旗 結果這都不是 這都是美國各州的州旗 那我猜的意思 台灣是美國的一州 有嗎 台灣什麼時候變美國一州 沒有 不然怎麼會拿這支出來 拿不到去 拜託 真的正貨方 拿錯了他敢站上來講話 一定是先撤掉才講話的 他為什麼沒有撤掉 台灣不是美國一州 但是告訴你 台灣是美國 佔領的領土 海外 在美國的選法裡面 只要我美國 在外面戰爭 佔領的領土 只要他沒有編列成 美國正式的國土 都列管在為合併的領土 那個檔案裡面 所以 台灣不是美國的一州 那這樣說來就是 為合併的領土 因為 台灣就是美軍佔領 這已經證明出來 從以前到現在 拿有多少張東西給你看 美軍佔領一直是個事實 所以台灣島的地位 日俗美戰完全正確 有人來領域不對 沒關係 來挑戰 你再拿有料來拚 你上網看 這最新的消息 你看RsRs熱站 這最新的新聞 每日安保條約 從1951年就開始 一直實施 然後中間都有在修訂 到現在都還在這裡 2010年你看都還在用 因為從來也沒有廢止過 所以台灣島很安全 台灣澎湖很安全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絕對不是那些什麼農民 那些什麼浩泊村 在保護台灣人 更何況 中華民國 剛才是阿彬哥 多少是本土台灣人在做的 那全部都中國人在做的 中國人都做那些高級將領 真正在保護台灣的是 美國跟日本 隨時都在協防台灣海峽 今天對面的中共國 為什麼不敢打過來 你以為中華民國軍隊很強 不是阿 台灣這一塊島 就不是你中國的島 他怎麼敢亂打 對不對 他只敢打哪裡 金門 八二三 對不對 他們自己的島嶼 那些內戰 他們也敢打 這新聞都在講 安倍金山 宣布集體自衛權解散 日本已經變成什麼 不是自衛軍了 變什麼 國軍了 真正的國家軍隊 日本也是在演變中 所以你講 參加台灣民政務之後 你就對國際新聞 會特別敏感 而且是美國跟日本怎麼講話 你特別敏感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打開電視 都是社會新聞 都是行車紀錄器 派出來的 這些記者都現在都待在哪裡 在前面 搜尋就好了 反正最後人丟上來 他就開始播了 一整天下來有多少國際新聞 零啦 連台灣民政務 那外國開記者會 全世界都在報導 台灣文人不知道 你說台灣 是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嗎 亂說 跟北韓差不多 誰在保護台灣 我們回想一下 1996年 阿輝沒有在選總統的時候 開始試射兩顆飛彈 三顆飛彈 你看美國馬上就跳出來講 然後馬上就拍 航空母艦獨立號 迷你字號 誰在保護台灣 來看一下這一張 TVPS 這個有些圖片沒有很大 因為放大之後 很模糊 所以縮小 大家就忍耐一下 陳水扁講過什麼話 大家來看 在我任內期間 我曾多次接受AIT主席指示行事 AIT知道嗎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搬移民簽證 旅遊簽證 留學簽證 美國在台協會 全台灣的人幾乎都知道 它是民間組織 你同意嗎 它真的是民間組織 連台灣人都這樣講 你看看電視 新聞報 怎麼也說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你看 我當總統的人 都曾經多次接受 AIT主席指示行事 即使是影響到我總統決策 我都要辦 我都得乖乖的壽命照辦 一個民間組織 可以管到中華民國總統 那你中華民國算什麼 算什麼 很簡單 民間組織 算什麼 中華民國民間組織 算什麼 差一點點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中華民國 那麼願意被AIT管 AIT是美國 美國行政部 美國行政單位 授權 給AIT 你們AIT 這個組織 來幫我辦理一下 台灣的事務 台灣跟我們美國之間的事務 然後就授權給這AIT 結果你看 連AIT 就可以控制台灣 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 中華民國哪是個國家 我都拿證據 因為我不可能自編 所以 美國真的佔領台灣 是很多人就不相信 因為美國都當 常進人 他們都憋後 不要操控而已 所以他們都沒有真正的現身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跟人家講 那聽不懂 譬如說陳水扁 2000年 當選總統 我也很高興 痛到 他就職言說 我們希望說 他可以喊一些什麼特別的 台灣已經可以當家作者 台灣人要獨立的 我們要改國 他什麼挖個櫃 結果都沒有 講這些 那陳水扁自己說 這都美國叫我講的 我又不能不說 那你不是做總統 為什麼不能不說 那總統都假的 那你為什麼不跟全台灣人講 說這個總統是假的 他怎麼敢講 背後理由多大了 你都不知道 好來 換別的證據 好 現在來找兩個大人物給各位 吉田茂跟杜勒斯 這些台灣人這種最可 那都知道 真正決定台灣地位 最關鍵的一個條約 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到底是誰寫的啊 來 這一個人寫的 再加這一個人 吉田茂跟杜勒斯 這兩個人 起草 寫整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一個日本人 一個美國人 兩國打仗 對不對 來吉田茂 他在1963年出了一本書 1963年 已經戰爭結束了 這時候已經是民國52年了 你看 日本只是放棄台灣主權權利 尚有台灣主權義務存在 因此沒有安保條約 才要保護到台灣 這誰講的 吉田茂講的 有人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 已經講了 2B 已經講了 日本完全放棄台灣 所以台灣已經沒有人的了 所以是台灣人當家作主 這誰講的 都是那些台獨派的人講的 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講的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已經完全放棄了 所以台灣無主地 所以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獨分子講的 台獨分子講的 大家都聽得很爽 人家寫和平條約的人 就說不是 你說完全放棄 你旁邊比較厲害 你怎麼不去參加寫和平條約 當事人就說不是人 你們還有什麼要講的 還敢說我是政治學博士 我是國際法博士 你撲手撲你都說不到過去 你假見誰 還換杜威爾斯這些美國人 1954年 台灣跟朋友主權尚未解決 日本在合約裡面 只是放棄台灣的權利 就算ROC跟日本簽訂 那個中日合約 也沒有做出決定 你們怎麼說是你們的 既然沒有做出決定就怎樣 新的法規沒有出來 舊的法規怎樣 照用 所以台灣是誰的 日本的 不太精準 大日本帝國的 最近在合約的人都講的 外面你外面那些撲手撲的 你怎麼說也不好 除了你跟他講一樣的 不然你都也不對 這要聽誰的 聽那些撲手撲的 他有人說台灣民政党是假的 英國人 英國人也有講 一個叫外交部長 1955年發表聲明 1955年 你看 喊台灣光復 已經喊好幾年了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你們中國人在喊台灣光復 你看 台灣主權沒有移交給這兩個中國 縱南目前流亡中國政權 你看 講得多百啊 流亡的 你看 執行管轄權而已 法理主權在美國手中 你看你剛剛不是說 日本天皇 怎麼被美國手中 日俗美戰啊 但 主權是日本天皇的啊 可是日本天皇不能處理啊 人家用帝子下去啊 台灣島被抵押了嘛 他就不能處理台灣島的事情 所以現在是美國 所以美國才是老大啊 美國所有算啊 所以日俗美戰 這理論沒有錯啊 美國是老大啊 所以中華民國都要聽美國的禍啊 從頭到尾我講錯嘛 我講錯舉手 大家吐槽啊 1960年 美國最高法院 針對一個判決書 然後 那裡面有寫到台灣的地位 有沒有 這都說過了 這都沒有 沒有說台灣已經 什麼關乎台灣啊 什麼台灣已經中國國土了 都沒有 特別看一下這個圖 你有沒有回想一下 蔣介石在台灣 一直當他老死掉 他都穿這個 軍服 請問怎麼解釋 啊我知道啦 他就是齁 時時刻刻 無妄再舉 想要反攻大陸嘛 所以要穿軍服 警惕自己 不能忘記要反攻大陸 如果這種思維的人 那都是中華民國的毒 那都是教科書 路不敢啦 那是這個人 因為他告訴全世界 我是佔領軍 我是美國 派來 管理台灣的佔領軍 我不是總統 頂多就是什麼 總督啦 軍事總督啦 所以要穿軍服啦 我對台灣沒有野心 純粹只是管而已 所以我要講 我要反攻大陸 對啊沒有錯啊 我沒有要留在台灣 我要反攻大陸啊 是你們台灣人 不讓我走的啊 對不對 也不讓我們蔣經國走啊 對不對 我們都不讓我們走啊 我們中華民國要帶回去 你們都說不行啊 你們說我台灣就中華民國啊 那是你們台灣人公公的啊 就不是我們外國人公公的啊 這樣講可以嗎 好像行啊 可是你教科書怎麼騙啊 當然有人就講啊 那不是說什麼開羅宣言嗎 就是你幹嘛開羅宣言 中華民國只要講台灣地位 都講開羅宣言 他都不講 究竟山和平條耶 究竟山和平條耶 全世界48個國家簽名耶 全世界48個國家簽名耶 當時只有50幾個國家耶 有48個國家簽名耶 對不對 蓋章認證耶 他們同意這究竟山和平條 你開羅宣言 三個人在講耶 根本放來 你看這裡 這裡有日本人嗎 沒有啊 你們三個人講一講 就把人家東西搶回去 就把人家東西搶走 那我們三個來講一講 那出去的時候 總統我就我們三個的 可以 啊101 後來就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猜拳猜 猜贏的101 可以這樣講嗎 不行嗎 對不對 你看 什麼新聞公報 開羅會議啦 然後 開羅公報 然後什麼投降書 就可以 就變你了 我問你了 好啦 那請問一下 以前到現在有這個例子嗎 你中華民國拿出來給我看 都你自己講耶 更換 開羅宣言 開羅公報 大家有空回去 上網Google一下 那全文 一定要認真看完 你就發現 開羅宣言 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如果開羅宣言認真執行 那我告訴你 台灣 不用歸還中國 開羅宣言 已經明明白寫了 台灣不用歸還中國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回去查 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如果要照開羅宣言 來走 也可以啊 台灣不用歸還你中國 可是人家中華民國 馬英九都說要歸還 同樣的開羅宣言 為什麼講相反答案 你們去看嘛 就知道誰講對誰講錯 來自由時報 我們看一個自由時報 這個也沒有很 這也沒有很久 你看2007年 那開羅宣言 不是國際條約 你看 你看 美國國家檔案局 一封 2007年的 你看 他們無法在國際條約的檔案中 找到1943年開羅宣言這個東西 那代表什麼 國際條約裡面找不到 所以這不是條約嘛 開羅宣言不是條約嘛 他哪有什麼特稅 什麼執行約束力 只有台灣人 他人比較參世 人大贏 沒有白紙黑字也是要照做 可是在國際上 嘴巴講歸講 條約 對啦 那所有的國際條約 跟什麼一些行政協定 都有專屬特定號 可是開羅宣言居然不是 對啊 你是要用開羅宣言 是要說什麼 你沒有東西怎麼說 唯一好像沾到一點邊的 可以稍微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沾到一點邊的開羅宣言而已 所以來這裡 認真上課上三天 你以前的問題幾乎都解決了 可是如果你不來上三天課 我直接到你家去 我跟你講 永遠都講不清 因為我講一句你就開始提問 提問三句 因為我都講不清了 乾脆來上完課 你有問題再提問 大概就沒有問題可以提問了 來換中國人怎麼講 我們要平衡報導 現在的新聞都要注重平衡報導 對不對 兩個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不能只反問賈 他也要去看一下 問一下他的感受 不然他會上課 說你沒有平衡報導 好來來來 換中國人怎麼講 孫倫有聽過 要支持台灣獨立 1925年你聽話 你聽他的意思 因為時間有限 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辦法 有時候沒辦法逐字念 毛澤東跟蔣介石支持台灣獨立 1936年 1938年 史高里跟台灣恢復獨立自由 胡適周恩來要協助台灣獨立 1941年 你們中國人就說 要支持台灣獨立 是怎麼 美國把台灣交給你們管 你就說台灣是你們的 那之前為什麼不喊 如果台灣是你們中國神聖國土 這些人應該都講什麼 我們要關乎台灣解救苦難同胞 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沒有喊關乎台灣解救苦難同胞 為什麼在喊台灣獨立 因為他們知道 從甲午戰爭馬關條簽訂之後 台灣跟中國 慘不高水不老 白人帶的東西 對白人帶的東西 我就不爽 這都拿出去 我就要給你炒 中國人就這樣子 我就連你都不想吃到這一塊肉 對不對 我就搞台灣獨立 搞台灣獨立 日本人就沒有少掉一塊台灣島 所以我告訴你 外面很多喊台灣獨立的 真的有的真的是很愛台灣人 有的不是 有的真的是說 被人家編著鼻子走 被中國篩錢的 中華民國篩錢的 你就出去給我喊台灣獨立 你只要給我喊台灣獨立 我中華民國就可以在台灣島 為什麼 我可以跟美國講 台灣不安定 台灣不穩定 我們要繼續留在台灣島 幫你美國看管台灣人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可以 為什麼不行 你都作亂 搞怪 二八把你們拚拚到 是正常的 我軍事佔領 所以你看 他們真的是很厲害 怎麼說怎麼做 他都有道理 但真正的道理應該只有一個 真正的事實應該只有一個 可是他都暗檻 所以毛澤東跟蔣介石 其實他們在太平洋戰爭 結束之前 對台灣島都不敢優也行 可是他們又不爽 台灣島是日本的 不然就給你搞獨立好了 至少把你跟日本分開 那你日本國就不會太強烈 所以反過來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亂源在哪裡 中國 只要中國分裂 新疆獨立 蒙古獨立 雲南獨立 黨都哪獨立 它就分裂了 它就沒有材料了 它就要一天不搶牙去 跟次會一樣 跟人家打架 所以讓中國搞分裂 搞獨立 我們自己學的 學他們 來再看 1975年毛澤東 跟鄧小平 來跟美國季辛吉 有什麼談話 毛澤東自己對季辛吉說 美國現在有台灣 那有中國台灣 這是不對 這是他們的思想 有台灣 你看 他們就這樣說 那有什麼台灣光護節 他們也知道 這個毛澤東也知道 你蔣介石 如果來台灣代管而已 代替美國管理而已 對不對 可是蔣介石都說 關乎台灣 所以10月25號 不是台灣光護節 10月25號 不是台灣光護節 10月25號 是台灣愚人節 不過 最好台灣在美國手裡 現在美國 把台灣送給我們中國 我們不敢一樣 因為那裡有很多 反革命分子 好 來 當然這談話 這比較不重要 但是我告訴你說 真的有這些對談 來 換季辛吉 怎麼講 我們美國 你放心 我們有一天一定會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他說認為不需要100年 那多少年 聽說要99年 要99年 要99年 現在幾年 現在70年了 還有29年 他民政友如果不努力 還有29年 其實29年之後 所以 看一下 台灣主權在美國手中 我們從2006年 台灣民政府 開始控告美國 到2009年 三年之後 定案了 美國地方法院聯邦法院怎麼講 他說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你看看 剛剛給你那些 那些資料 那些歷史資料 對照美國法院所講的 台灣人無國籍 沒錯啊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啊 中華民國不能代表 台灣人啊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啊 中華民國不是國際承認的政府啊 我們在政治戀獄中啊 我們都被人騙啊 被人騙了 憑選舉就是在認同 中華民國的存在啊 各位 你看美國在 仍然在軍事佔領中 那美國人要主動協助我們原告 協助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 那些資料對照這些東西 哪裡有矛盾 沒有 那這個要到10點 我要休息一下 我們中間休息5分鐘 我們大概5分鐘後 就上課 還要廁所的趕快 好 先暫時休息5分鐘 好 先暫時休息5分鐘 好 先暫時休息5分鐘